因为我朋友跟我说的 他说里面红包挺多的 让我去可以玩一下 那一开始玩这个 有抱有交友的这种行李吗 有 你本身是一个交友 有 我上面就写了 想交男朋友想结婚 就有 但是我发现进去了之后 好像往这方面引的很少 所以我就说 还不如就抢红包了呢 黄女士目前住在杭州 她玩的是一款叫 小世界的社交软件 据说抢红包的形式 有好几种 第一种是在大群里面抢 会员会发一些大的红包 或者是小的红包 就是所有人都能抢 就像我们微信一样 第二种的话 就是做任务的红包 要你发视频 它每次设置的任务不一样 比如说要你白个一字买 然后让你做一个小猫 小猫咪的表情 然后等等 还有一种是小群的红包 金额会有大一些 还有群主可以发聚会红包 就会发一些聚会 线下聚会 在广州 在深圳 吃饭 他会发 比如说要两三个人 总金额 有些是两万 有些是一万二 还有一种是就是礼物红包 群里面 比如说某些会员 对你这个女孩印象比较好 就会发那个礼物 然后让你成为她的主 她就是你的主人 她是你的主人的话 她就会给你经常发 就基本上你会在大群里面看见 哪个哪个主人 又给谁谁谁 发了一千两千三千 甚至上万的这种红包 也有就是相当于处CP的意思 郝女士介绍 除了红包 会员还可以在平台上送一些礼物 包括生活用品 美妆产品 甚至还有高达20万元的 私人飞机定制出行 她玩了将近一个月 没收到过这些礼物 而且抢红包是有前提的 你进去了之后 她就要你花钱买会员 你买了会员 你才能家好友 去抢到那些你想要的红包 而且她 你要抢小群的红包 是必须要通过人妻认证 说是会员给你投票 他们是公平的 但是其实上好多人都通不过 然后通不过的话 他们就要你线下去 做人妻认证 参加平台发布的聚会 都是设置在上海 那或者是你可以通过一些 其他渠道 比如说可以认识里面 内部的人员 然后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平台有三种不同等级的会员卡 分别是一个月498元的银卡会员 一个月近1500元的银卡会员 和一个月近5000元的黑卡会员 不同等级的会员卡 对于加微信 加好友 抢红包的次数 有不同的限制 我花了将近8000块钱 注册了两个号 第一个号是注册了 大概花了将近4000 然后里面我也会 我自己也会发红包 后来他把我这个号封了之后 我又注册了一个 然后又花了将近4000块钱 只抢到了380多的红包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把我的号封了 黄女士说 她玩这个交友软件 总共也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账号就接连被封 平台给出的原因 她不认可 黄女士打开之前收到的邮件信息 平台说 她存在发布大量营销内容 异常刷票 言论过激等违规行为 说我是在大局面 发布了一些工作的内容 所谓工作内容 我就发了几张图片 就空中瑜伽的那个图片 也很正常 也没有任何的 透露我的工作职业 她说我在大局里面言论过激 是因为我说 这个平台人情认证老通 不过线下面试 我找了客服 没有人理我 然后我说 这个平台有些欺骗的情味 然后所以她就说 我里面的言论过激 把我的这个号给封了 平台规定 一个人只能建立一个账号 黄女士注销了第一个账号 第二个账号 也已经被封了 说的是我家陌生好友 然后被陌生好友投诉我 影响她正常使用了 说我有骚扰行为 我记得我家好友的时候 我只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群主 我想进你们的群 请通过一下 然后第二个说 你好 请通过一下我 第三个话 就是我有些家好友的时候 我十一句话都没说 可能有些人申请了两次 或者是重复申请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家了多少人 就希望之后能有更多的红包 所以我才这么加 黄女士再次把问题反映给了平台 还没有得到回复 记得注意到 她的第二个账号 已经通过了人气认证 我就是找的这个平台的里面 里面相当于管理层之一吧 然后去线下去见了这个人 他就帮我解决了这个事情嘛 然后后来封号之后 我会再问他之后 他就没有任何信息回复了 我现在数学就是解封 享受完我的会员 我就不再登录这个平台了 黄女士说 这位帮他解决问题的管理层 是平台上认识的会员 帮忙引荐的 但没想到 张浩后来还是被封禁了 现场他给这名会员打了电话 你们又要封禁我 封禁我又不告诉我具体的原因 对不对 我基本的消费者的权益 我都没有 哎呀 你可以有权益 但是你打电话给我讲 你说觉得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的呀 那我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帮我们联系一下 或者说提供一下联系方式 如果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把我的方式提供给您 或者有什么其他途径 可以让我们联系到平台的人 不是 这个肯定是不方便 人性认证本来是要 要很麻烦才能通过的 那当时我说 那我帮你打个招呼呗 那人家既然把你 人性认证都通过了 至于后来为什么封他 这个他的平台 有他的一些规则的 那你可能在这个 跟人交流当中 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他的用户投诉你 所以他才会把你封掉 不是不会无缘无故 把你封掉的 你知道吧 王女士又给那位 所谓的平台管理层打电话 对方没有接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 在小世界应用软件上 记者找到了平台的营业执照 公司名称是 上海田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查看公开信息 没有联系方式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 晚些时候 王女士发来了平台回复的邮件 说是账号由于被用户试图举报 在好友申请中存在骚扰的行为 给用户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而且之前存在多次违规行为 当前账号将冻结一个月 以示警告 同时反映的封禁期间 续定了月卡问题 已将使用的钻石 退回到账号余额 解封后 账号可以正常使用 或者可以申请充值钻石的退款 王女士不接受 对于用户试图举报的证据 她说平台没有发过来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